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rdVPN,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早英國時間,一早起床,睜開眼 就嚇我一跳,看到一條新聞跳出來 就是講中國的前總理李一強 心臟病發突然間逝世,享年是68歲 我看一條新聞很簡短的,央視的報道 應該是真的,央視,黨媒,黨媒,黨媒勝黨 國務院前總理李一強,因突發心臟病逝世,中年68歲 李一強近日在上海休息,然後昨天,即26日,突然心臟病 曾經全力搶救無效,今天凌晨,零時十分,在上海逝世,副告後發 那就是這麼多了,央視的新聞來的 68歲在人類,今天的壽命來的確是短命 是壯年來的 我記得不知誰說過香港,60歲才是中年,好像胡蘇生說的 68歲都是壯年,正直壯年,突然之間心臟病發 起碼令人很詫異 中國最近發生很多令人很惡然,差異的一些事件 譬如前外長秦剛不見了一段時間之後,然後就說他被免職 然後就前國防部長李尚福剛剛公佈了,他被免職,但是繼任人選是沒有的 然後到這個李一強,突然之間就去世 有很多網上的討論,當然我就不喜歡穿鑿扶回的 不過我就會從一個常理去角度去看 他這個是突發心臟病 中國的領導人其實有預醫的,或者有太醫的 據我了解,即所謂預醫太醫,即相對於帝王年代 那麼這些高級的領導人呢 會有醫生一直看著他 也都做很多的身體檢查 我相信一年不止一次 上一年多做心臟檢查 我相信這個都是一個很常的做法來的 他做這個位置,我想他一上這個位置都要檢查心臟 到今天突然之間我的心臟有事,除非真的很突發 是可能會的,會有些人不知道,譬如說 你很久沒有檢查,很久沒有檢查 或者上一年多都沒有檢查,突然發覺你心臟的血管塞了 馬上通過,我有些朋友到我這個年紀都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譬如一向都是膽固醇過高的 很容易失去血管,一查兩條或者不知道多少條 總之塞了,塞了百分之六十七十 這樣就緊急通波 如果是中國領導人的健康狀況 我相信是長期地要去做檢查 如果是早發現,早治療 為什麼李一強會有突發的心臟病,六十八歲就正直壯年就去世呢? 這個也是令人很詫異的地方 他公開露面就是在三月兩會四陷 大家記得他 然後就八月他的公開露面就去過敦王 去過敦王,莫高窟那裡參觀 那麼當時就沒什麼異樣的精神飽滿的 那麼在網上就看到他的片段就有些遊客在旁邊叫總你好,總你好 那麼李一強都揮手示意的 但是就有很多的 蛛絲馬跡 就證明到李一強跟習大大關係是一般的 在林萊有很多事情 他跟習大大的政策都是很不同的 由他卸任的時候 一邊講講以前 他卸任在散會的時候 這個人大三月他卸任開幕式 其實他跟習近平做總理做了那麼長的時間 李英是親密戰友 照計都應該他卸任了那麼都來一個熱情的握手不擁抱都好 擁抱社會主義國家經常都有的 那麼中國人或者可能他比較內斂一點 那麼他跟李一強是短暫握手的 那麼就離開了 眼神都不是怎麼接觸的 那麼在兩會這個最後一次的工作報告呢 那個篇幅是很短的 就是一小時的時間 不過呢就講了很多次穩定穩定穩定 經濟要穩定 那麼也都令到外界就覺得 習大大的一些政策呢 是會令到經濟不穩定的 包括什麼共同富裕啊 要一些大的 這個互聯網的企業啊 網企啊 將它拆散它啊 要罰很多錢啊 對於這些民企啊 即是極盡打壓之能事啊 令到這個經濟呢 出現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麼這裡反映到呢 他跟習近平的關係啊 政策上面呢 是有兩條路線的 那麼就啊 也都在他告別的時候 告別就是不是死啦 告別就是跟他的國務院的工作人員告別的時候呢 他發表了一個講話 那麼在網上風傳的 他突然說人在乾天在看 鬧陣蒼天有眼 那麼 你看完之後你覺得 是不是有言外之音 以有所致呢 還有就是在中共的二十大閉幕式 閉幕禮 大家記得 上一幕非常戲劇化 就是在講前 總書記胡錦濤被請走的情況 大家記得 後來就說他有病 要去休息 但是在過程中 坐在這裏的所有的 胡錦濤 以前的一些暴下 包括習大大 其實就是 完全都 沒有什麼任何的反應 就是外若木雞 連看都不看他 他可能知道這個是 今上下令的事 大家就不敢 有任何的意義 胡錦濤就拍拍李一強的肩膀 李一強就 轉頭 大力點頭示意 然後就看著胡錦濤被帶李牆 當時也引起很多的議論和猜測 是不是胡錦濤看到那個人事的名單 發覺不是很對勞 團派沒有了 為什麼一個都沒有被清團 所以提出異議被送走呢 有很多這些 就是最近的 就是說他在 這個 人大的會議 工作報告 在 這個 中共的二十大 的情況 再早點是怎樣呢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就是 對於所謂 同態清零的政策 李一強是提出 相當大的 不同的意見 反應都很強烈 我記得有一次他 都是公開說的 他就說所有的 有關於 這個風控的措施 有關於控制疫情的措施 千萬不能 影響經濟 因為其實那時候已經 那些風控 那些同態清零 令到中國 全國都停滯不前 幾乎是癱瘓 他就不能 不能影響這個經濟的發展 不能影響經濟的活動 這個是 即是李一強 很明顯和 習大大的 很大的分歧 這個是很大的分歧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記得他說 他不相信中國的 統計部門 對於 這個 經濟的數據的統計 他不相信 他自己個人不相信 一邊是唱好的覺得他們 是隱瞞很多事實的 他自己怎樣做呢 去到每一個城市 每一個省 他是看 電力 究竟在那個地方 電力的消耗 用電量是多大 也都看到工廠的煙通 究竟是不是在開工 用電量大就是在開工 開工 我猜他們也不會 開了電 電源的機器動 不是在開工 用電量大開工 即是說那個省市的經濟 相對地是比較正常 比較好的 他用這個方法去考察 你說多可憐 唐堂的總理 都完全不相信 這個 統計部門 他屬下的統計部門 也有一個 就是 黑強經濟學的講法 他在2013年做總理之後 到2023年 到2023年 到2023年就卸任 習近平 做了兩屆之後卸任 習近平做了兩屆之後卸任 習近平做了第三屆 他都沒得做了 變成李強做了 他叫做 黑強經濟學 說他作風暮殺 形象親民 推動結構性的改革 被形容為黑強經濟學 叫做 簡證放權 創新監管 以及高校服務 也都在經濟發展裡面 不怕影響什麼形象 要搞地攤經濟 現在香港就學足搞地攤經濟 還有一點 我覺得他和習大大最大的分歧 就是 中國經濟的發展 是不是已經所謂進入小康 那時候就說 這是習近平十年的 一個最偉大的成就 是否已經進入小康 所謂進入小康就是全國 無論是 先進的城市 又或者是相對比較落後的 園、鄉、村 大家都生活得很好 但是 在2020年 兩會的新聞 發佈會上 他突然說 當時 中共中央說 脫貧 脫貧政策 得到重大成就 他說 還有6億人口 中國還有6億人口 中國只有 13億、14億 即是 接近一半的人口 每個月收入 只有1000元人民幣 1000元人民幣 是一個概念 三十元 三十幾元 一天 即是飯也吃不到 一頓飯也不夠 當然這是說農村 這個數字 出來之後 就引起很大的 海內外也引起很大的 這個 轟動 他是不是跟習大大對著幹 習大大就說 已經脫貧 已經奔向小康 他竟然說 有差不多一半的人口 四成 6億 大佬 14億 四成 四成多 都是1000元人民幣一個月 你想想多恐怖 是不是 落了習大大的臉 在這個問題上 即是他 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很多事情 李一強都有意義的 包括這個風控政策 包括這個脫貧的措施 那麼他不能做 都是大家 必然的了 覺得 已經預料了 那麼 但是 那麼早死 即是六八八就死了 這也是 令人相當詫異的事 相當詫異 那麼 這個 很多國家都哀悼 日本就稱讚他 日中關係發展 發展重要的作用 有些報導說 他在 任內 舒緩了 失業潮 GDP 增長到6.2 這樣 他也是來過香港 不止一次 2011年 當副總理的時候 訪問過香港 那麼我覺得最好笑的 就是 本地那些 一些權貴的反應 我覺得都挺好笑的 好笑在哪裡呢 人死了就不應該笑 但是 看到香港的權貴 就是這樣 比如說 前人大常委 投票中 對 李一強的 突然去世 沉痛哀悼 李一強做事實際 和真誠 有親和力 為國家做了很多貢獻 一直關心香港的 和支持香港的發展 看到 每次行政長官到北京述職的時候 李一強都親自聽取意見並提出建議 幫助香港的發展 是啊 李一強的事情是很無實的 對的 然後 益述 當時跟李一強相遇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搭聲降機的時候 考慮對方 前幾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正 想作介紹李一強 認識你 台會中反映李一強是親和親切 接著 現在的人大常委 當然是問他 是不是 李維琪 李一強 對於李一強 突然間離世感到非常悲痛和惡然 認為全港市民和全國人民都懷念這位好總理 不要緊 這樣說 對 這些 沒有壞的東西 大陸的東西 他說在大國博弈的關係裡面 李一強和其他領導人一起帶領香港迎難而上走出低迷 令香港經濟重拾活力 是嗎 現在 現在那個李強有沒有令到香港經濟重拾活力 聽到李一強細細的消息 在腦海裡面馬上浮現起總理的金據和分事 很記得他提醒 人在幹 天在汗 必須扎實工作 人在幹 天在汗 是他離任的時候 我剛才說過 跟他的工作人員說的 你突然之間 看這句 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蒼天有眼 跟著他叫做 這句 意有所至有言外之音 我講的是誰 李慧琼 你做人大常委 做了比較短的時間 你不知道 中國的政治的水 真是很深 你覺不覺得自己 興奮了東西 突然間提 李一強的這句話 你自己問問你左右旁邊的那些 哎呀 問問你師傅 那個是不是李師傅 好像是 師傅是誰 曾德成 問問他呀 李一強臨走的時候 不是臨終 是臨走 臨離開國無縣的時候 跟工作人員說 這句 人在 幹天在汗 蒼天有眼 是在說誰 不要亂說 不要亂引金句 李慧琼 我真是替你擔心 好了 聊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 Patreon 繼續支持我 我心情很快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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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 字幕志愿者t кан foldinda 把左右旁邊的人 跟住旁邊的人 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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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